李树燕 51岁 李懿 有合作医疗和商业保险 和儿子同住 李大姐现在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 平时就是收拾家务 带带孙子 她说孩子们特别地孝顺懂事 关于自己再找这件事 他们都是举双手支持 大姐 你这个家里头有孩子 这家还收拾得这么感觉 有些习惯 这个年纪这样 习惯了 就是有的时候泪也积得歪的嘛 我儿子总说我 妈 你看帮你泪一点 你不能不收拾吗 你泪你还发迹没着 就是赖了她我瞅不惯 做点收拾 而且我家的就是我的被 谁给我家盖一个被呢 这第二天我走就踩了 那时候农村烧炕嘛 一鼓励那些开水啥的 别人都说 其他人家喝点水也喝茶水 说来吧 喝完茶水之后呢 走了之后呢就给水烫一遍 被子呀 烫一遍啊 然后她从沙发店之后呢 我走的时候呢 过去还热水呀 全钻也来洗一遍 有人说可不上一样的家去的 谁去的太干净了 干净的妈敢去的 粘末的 看得出来 李大姐这是相当的干净力量了 一个人照顾一个家 典型的贤妻良母啊 那么贤惠的李大姐会有着怎样的兴趣爱好呢 你就是喜欢旅游啊 学动产产啊 我这是最爱的 旅游都去过哪啊 去过日本 去过泰国 去过柬埔寨也都是小国家 儿子儿媳心疼李大姐的付出 所以对她仅有的几个爱好 特别的支持 看李大姐现在这个幸福的模样 谁也不会想到 李大姐曾经有过一段 让她身心疲惫的婚姻 李大姐是什么时候离的婚 07年 07年到现在十多年了 十三四年了 对啊 十三四年了 没啥离婚呢 当时 她就好吃懒做嘛 什么也不做 都是我自己做嘛 后来一点点孩子大了 就是说 她也不干的话 家那个就是说 那个来源就少了嘛 我就挺生气的 后来生气的干事 她还行呢 不知声 后来她打人了 就是喝酒了 因为她不喝酒 就是说你管的啥的 她就来脾气的打我 我就问她呢 我说你为啥你打我 我说我这回来 真的不是还咋地的 她说这啥玩意的 哎呀 妈的 我说直呼啊 我就想打你 咋地吧 我就想打你 就那样 李大姐说 在孩子十六七岁的时候 前夫养成了喝大酒的习惯 一言不合就会上来打自己 前几次 她都为了孩子忍下去了 直到最后一次 她终于下定决心 离了婚 她是那个包红桃嘛 在四平包红桃啥的 也就是那个 那一头下雨了 下午公地将她回公地 赶紧跟她啥呀 干活嘛 她手下边那个四眼多好人呢 公地就电话 我给老板公家打电话 她跟前面打麻将 打麻将之后找了好多次了 我说那啥 这公地老找你回找你呢 我说饭多好 赶紧去上公地干活去吧 她一说妈打脱儿输了吧 那一顿给我打的 多大懵呢 给我打的 就在那个小麦店 打麻将的地方给你打了 多大懵呢 一想就跟她给我踹那边的 完了刚才啤酒瓶了 公家就害那个温头瓜里了 但是说你没出邪名 我就打懵了 我得恨心了 得了 我说跟她打的一碗 离婚后 李大姐带着17岁的儿子 过了一段时间苦日子 直到儿子渐渐长大 娘俩的日子才好了起来 到现在她已经离婚十多年了 终于开始考虑起 自己的幸福了 再找想找个啥样的 找一个十三三的吧 能真正过日子点 挺有自认心的 李大姐前半生遭了不少罪 但是现在儿孙的陪伴 让她成为了最幸福的女人 再找伴 她只想找个老实本分 脾气好的人过日子 家住在四平市的周大哥 是一名教师 有文化 条件又不错 那么两个人到底有没有这个缘分呢 周刚55岁 丧偶 四平市屏东路第二小学在职教师 月收入5000元 有双宝 两套住房 周大哥说 想要放下妻子太难了 可是人总得朝前看呢 于是给我们打来的电话 说自己想要再找个伴 你如果现在再找的话 你准备好了吗 还可以吧 就是同学也劝我 我家孩子也劝我 就是我们都分成分成注意力 然后开始另一段时间 你就情绪状态会平复一下 周大哥明白 人死不能复生 加上亲朋又经常劝解自己 于是他决定 把妻子深藏在自己的内心 去迎接一段新的开始 就希望他是一个身体健康 这一点对你来说 现在智慧中也好 是 然后也是那个 也希望对方形象好吧 看得出来 周大哥还在妻子去世的阴影里 没有完全走出来 他正需要一个乐观开朗的人 陪他度过一段难熬的时光 那么李大姐会成为周大哥的救赎吗 大门敞开 我看大哥有点木啊 我俩介绍一下 这位是周刚 周老师 李书彦 我李大姐 两位就手吧 你好 坐 坐 谢谢 他这么紧张啊你俩 大姐这路吧 就是也挺干净 但是肯定不能收拾的 像你那么干净 是不是啊 男人嘛 就是挺好的 挺干净的 大姐老干净嘛 就是那个 这个比如说 这个家里边来完人 然后这个 做完这个沙河殿的 大姐都得洗 可憐 咱坐吧 坐吧 大姐 招呼大姐 坐 坐吧 坐 谢谢 没事 你来准备的水果 你也不知事 走 就是 看普通一个人 你觉得大姐怎么普通 就是 就是这个外貌 就是不行 挺干净的 我已经喜欢那一点 这俩人见面的气氛 真的是有点尴尬 尽管红娘已经在努力地 给周大哥和李大姐 制造话题了 可还是没有什么 缓和的迹象 给大姐拿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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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个你是离异的 蛮病毒的 哦 哦 那个多少年了 单身 这是纪念的事 哦 好 前妻刚去世 没多久 不到三个月 她就在找你对这个事 咋看 这一会儿没是啥呢 我还没考虑那么多 嗯 那我不都能接受 我没有工作 然后又没有社保 那个 你先找啥条件的 想作为理想好爱心 但是 有时候 不是所有事 都随着心愿的 我问她 我说那个没有工作能接受啊 我看她不知道说的啥呀 我没听着啊 后来我说我也不问她了 说话那方面啥呢 这李大姐对周大哥的印象是不错呀 可是周大哥却说 对李大姐没演员 这闹了一会儿了 大姐也开始对大哥说话迟钝这事 有点不满意了 因为太紧张了 这小事还又说呗 看啥的呀 谁闹的 你看大姐性格多好啊 确实呀 大姐性格好 你当老师这也还不敢说啊 从见面开始 周大哥就一直没咋吱声 李大姐呢 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在单独和红娘交流的时候 周大哥说了 她只是对李大姐 没有怦然心动的感觉 这个主要还是这个外眸 大姐长得多好看啊 你觉得 就是爱情书里不是说嘛 就是跟美貌引发的月感有关嘛 我感觉就是跟对妹的 就是不适合 不可追求他了 喂 王德丽58岁 李毅 长春市锅炉一分厂 电焊工退休 退休金3500元 有双保 住房面积50平米 大哥热物收出来感觉 地板差这么亮啊 我就是天天要得擦一遍 我早上起来就天天熟一遍 我必须 我从小我就养上这个习惯 必须得干净 自己在家待着也得干净的 就瞅着 你往床里一躺 他也熟了 但是 磨叽叽 那是什么 吃完饭不烧 我吃完饭 必须把碗子烧干净 你就放一边 这刚一进王大哥家 红娘就发现 王大哥这房子虽然不大 但是收拾的是真干净啊 参观完了大哥的房子 红娘和大哥聊起了他的身高 大哥多高 我正常是引发散 现在载得来有点没载 就腿部一个长一个短 腿部一个长一个短吗 交通事故 01年那年正好是 过年那天是1029 就是那天 过了12点 半夜12点出的事 出车混那天 王大哥还给家里打电话 说一个小时准到家 准备年夜饭吧 可没想到自己却出了事故 王大哥说 正是这次车祸 让自己的腿短了三厘米 这两条腿 现在差三厘米一般 对 给那一米八三 差三一米八零了 对对 是吗 对对 眼睛我也 那现在走到 有点 啥也不打 那看不出来吗 穿拖鞋走一般 差不多能看出来 你要不仔细走 看不出来 这腿没留啥会议症 没有过 你就一年下雨 就疼 都不太疼的 从来没疼过 这个腿 王大哥说 别看自己的一条腿 短了三厘米 但是生活可一点都不受影响 要说唯一有影响的方面 那就是啊 自己穿衣服更讲究了 我不穿修鞋 穿修鞋 那走到会儿 就摘得更狠 没有 我这一般都带根鞋 都穿皮鞋 那你皮鞋里边会垫垫吗 我垫个厚垫 这一只脚垫一个厚垫 就看得不太一样了 王大哥离婚17年了 这中间他也一直没有再找 现在呢 自己的退休金马上就要开了 生活也稳定了 所以啊 就想要再往前迈一步 再找想找个啥样呢 找个个儿被矮了呗 别跟我去 咱也不能找个矮个儿了 太不安排这一种行 不矮是得多刚哦 咱这女的也得一米六十五以上 不得 俩人一出你们心里呢 别你跟我长这儿心眼 他跟你长大心眼 挣两千这分那一个 我这个我肯定我跟你过不了去 我就告诉我 王大哥说 自己再找伴 一定得是先往一处使 能实实在在过日子的 贤惠能干的李大姐 不正是王大哥要找的那个人吗 于是在红娘的安排下 大哥从长春来到了 黎树县石家普镇 终于见到了李大姐 你这个腿上楼 你腿得不费劲呢 不费劲 正常 下楼更看不出来 是啊 下楼缩了就第二点了 我自己手吧 缩着毛汗子 缩着毛汗子 不知道啊 这么紧啊 又去缩吧 来来来来 大姐 来 吴来 吴来来 救我 吴大哥 来 吴来来来 不用客气 没事 没事的 没事 没事 对不起 多了吧 没事 没事的 好用熟识的 没事 没事 大哥也是 愿意感觉 家里面熟识的利益 本人姓王 王德莉 王哥 我姓李 李树燕 王德莉好 你好 大乐乐来了 坐吧 坐吧 整体的还行 嗯 还行吧 我感情我是真想的 说得心得好 感情劲啊 嗯 一般的不好碰 有提示毛病啊 他出来了 你咋没问他 你咋没问他呢 我没问他 我现在自己说呗 咋没说呀 你进入去看出来的 嗯 个儿挺高的 然后一走到面 是可明显的 刚刚大哥一进呢 大姐是说那个 看着说大哥这个腿 完了面好一次拒伤 那他也说是打回伤 就我这是01年出的车祸 哦 嗯 自己开车开翻了 躲车躲翻了 完全脑子开炉了 哦 回 就是瘸了 哦 出了车祸 现在咋样啊 回不挺好啊 行 你看他开玩笑的 冒 嗯 然后去腿啥的 影不影响正常生活啥的 不影响 大哥腿这个事儿 对你来说说这个 呃 会很介意吗 嗯 还行吧 嗯 不太介意 这俩人对彼此的第一印象 都挺满意 唯独李大姐对王大哥的腿 存在着一丝一虑 不过啊 当听到大哥说 这个腿不会影响正常生活时 大姐表示啊 可以接受 大哥筋短是不是呢 五十八 哦 五十八 嗯 六二年 哦 现在退休了吧 退了 哦 没发工资呢 对了 今天早上去问的 说那个就是 退休筋的事儿 那这个正在核算的 我觉得应该是五十五腿休 哦 我是不是多交三年前 我五十八了吗 这不多交三年 我多交三年工领 三年 您的还有就是啥 想想想想 了解到 我看你们谈了工领的事儿 然后 我也查不上话 嗯 嗯 嗯 我也不谈工资 我也不了解很多啊 嗯 你那个啥 你没有 没有工作单位啊 以前啊 我没有 我以前家农村种地的 我看来问我这个 也没有 没有那个交道会儿啥子了 好 问我自己一块儿 我心里能嫌弃我呀 李大姐说 那我这个没有老宝 这点你介不介意 没老宝我能不介意点儿 李大姐因为自己没有老宝的事儿 心里没底儿 怕对方嫌弃 所以啊 每次都会把这个问题摆到明面上来 先说出来 王大哥呢 王大哥呢 也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介意 带给你那个 你去活那个什么那个 你就那个 你有没有什么新农河什么的 有啊 有新农河 玩了那个 用村的盒子一聊 对 有 有那个 对新农河那个 大病报销傻的应该都能 是不是 对对 都有 那就有新农河就可以 当大哥听到大姐有大病报销的时候 这心里的石头算是放下了 眼看着这俩人的气氛越来越好 李大姐问起了大哥的兴趣爱好 大哥喝酒吗 喝 喝啊 能喝多少 好厉害喝酒 能喝多少啊 喝酒一杯一杯 二三两碗 喝酒 能不能喝大酒吧 他就是人家 一天几顿能喝两顿 就害怕喝大酒 你自己在家没事一天喝一顿两顿的 是不是 一天在家就一顿 就一顿 那你的脾气好不好啊 嗯 脾气好不好啊 脾气 我比较脏的情况 就是我急性 我今天比较急性 真的 其实就有意思 但是你说 你是不是喝完酒就 撒酒吧 撒酒吧 能不能打喜发 没有 没撒酒吧 从来没撒酒吧 没打过喜发 没打过 是 你看 有的时候吧 哇 还不用问得太委婉 问得太委婉 又听不懂 又真被刀罩重点 是不是 今天说了喝啥 还挺看的 挺好的 您喝啤酒还都可以 喝三瓶两瓶都可以 李大姐兜了这么大的圈 其实并不是讨厌大哥抽烟喝酒 大姐只在乎一个问题 就是大哥喝完酒后 会不会动手 眼看着大哥表了态 大姐也终于放下了心 就是那个 就比如说啊 以后咱俩真是走到一起之后呢 就是在工资那方面 你是怎么分配的 工资我 这咱单身也不说假话 嗯 我不能百分之百都交到你手 嗯 就是比方说咱们的生活费 至于一千 就先给买一千 咱不多大呗 一个人打了两千块钱 真的就两个眼儿 这一千块钱真的是 太少了 这一块我还点接受不了 眼看着两个人的气氛不好 胡娘决定单独跟两个人唠唠 没想到 王大哥竟然拿起了自己的包 直接走了出去 到此结束吧 嗯 大姐你觉得 我 答不到她这个要求 这还没有那级别呢 这级别我可能 我还不就能达到她的要求 实际我真的就接受不了 你刚才那是不是生气了嘛 拿包扭视就走了 然后你却在这喝酒啥进来 我就感觉这两个联系都一起 王大哥拿包就走的举动 让李大姐觉得 他的脾气肯定不好 所有的好感瞬间全都消失了 王大哥呢 这下楼和胡娘聊了一会儿 也冷静下来了 觉得自己这个举动不太礼貌 于是决定在上趟楼 和李大姐说几句话 李大姐回来了 下来就是桌桌盖子 桌桌盖子 桌桌盖子 大概都是有钱的 钱包夹走 钱是机会 这样吧 李女士 咱们就是怎么说呢 有些事情吧 我刚才我想了一会儿 我觉得有时候我不一定能做的 所以我就直言说一下 不是 对 我觉得咱俩不太合适 行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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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庆兴 57岁 李毅 无住房 退休金 2100元 孔庆兴 57岁 租住的房子的环境砸断 所以她把红娘 就约在了吉林市的江边 为表诚意 她还特意给红娘看了 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 红大姐说了 她之所以报名参加原来不晚 就是因为乡中了 曾经上过咱节目的 王国才 王大哥 王国才就是说她 我这个人心软 一看她就挺可怜 她说走了两步 我要回家没有饭 我就特别不理解 说这个男人这么能干 这么有责任 除外的男人搂钱 女人搂家必须后勤做好 她说回家没有汤匙饭 我就心里我就揪着 她就挺可怜的 怎么碰到这么 我就这么想 会过日子有关心有疼爱 相互关心相互有个温暖 是不是回家我吃过肉饭 平常我就拉车开车拉着溜达 王国才 王大哥 那期节目播出以后 很多大姐都表达过 像孔大姐这样的感受 也相中了王大哥的踏实肯干 和能疼媳妇这一点 可就是王大哥在家 装八个摄像头这事 让人有些接受不了了 总觉得在摄像头下过日子 有种被监视的感觉 难道孔大姐对这些 就一点都不介意吗 她就说是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有 但是我也从来不害人 但是防的吧 就说你看这不我这个婚姻 这不没整好吗 所以我就心里说 要找可不能了啥 孔大姐说她特别能理解 王大哥因为两段婚姻 受伤之后的谨慎和防备 之所以能感同身受 那是因为自己在婚姻上 也曾经受过很深的伤害 他们家是四代单传 后来五个小姑子 后来我给生个姑娘 就不乐意 就是人家就不乐意 你生个姑娘 人家四代单传嘛 到六七个月前 老太太交说就不回来了 我一看这不行 就说你就分手 我就心里啥呢 这俩人照一起 毕竟俩人曾经有过爱 要不怎么来的孩子 这是啥呢 就是爱就到这了 谁也不能说谁错 就是我就这样理解 就因为自己生了个姑娘 婆家上下 对他们母女俩的态度 都轻视至极 孩子刚满周岁 要强的孔大姐被逼得 只好带着女儿净身出户 孔大姐说 如今女儿已经24岁了 她的前妇 竟然一分抚养费都没有拿过 就一个人带孩子 孩子他不管吗 孩子当时更惨了 当时法院判30块钱 他也不给 就抚养费也不给 不给 后来好像是上高中吧 听说别的孩子 有单亲你都给钱 完了 他要电话 要他爸电话 说他奶电话 我就告过来 去了 你现在哪是啥 一个臭鸭蛋的 上什么大学 他爸也说没有钱 那现在是孩子大了 孩子大了 孩子现在干什么呢 孩子现在从事 就是法务部门的工作 我公了大学 我当时供他的时候就说 他也说说听 可以呢 打工 那钱一个月才三百块钱 我姑娘活着费一个月 我就就开了 我就攒就给有关有的 有的户主 就说我那时候做家政服 有的时候就说那个 拖欠你吧 我说不行 我姑娘肯定都等着吃饭呢 这么多年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 把孩子一直供到了大学毕业 是不是 我当时我就说 杂波卖铁 我也让你供 我就正常教育孩子 我说 一定是有妈妈爸爸 一步一个脚印 我说你是没有爸爸 你不能前面走 后面指点 我就告诉他 就是你念书的时候 一定要有行李证 不能说有什么早恋 坚决不可以 一个女人既要挣钱养家 又要抚养女儿成人 这么多年吃得苦 咽下的泪 只有孔大姐自己最清楚 即使这样 身为母亲 她还是觉得亏欠女儿的 太多太多了 对不起 我这个孩子 她投胎帮我来的事情 我没给她 带一个幸福圆满的家庭 我就可愧 现在有时候她也说 那我要结婚 没有爸了 怎么办 所以挺刺痛我 我说你放心 我跟你说 我一定要理解 包容我的 我拿她的孩子当起初 这些年为啥没找 就是等着那天 那对的人 能等到一个对的人 然后在孤雲出嫁那天 能代替父亲的角色 送女儿出嫁 是吗 对 父亲这个角色的缺失 是女儿童年里 永远都无法弥补的遗憾 孔大姐希望能在女儿结婚的时候 满足她这个愿望 那天在电视上看到了王国财之后 王大哥的踏实勤劳 让孔大姐觉得 这个男人是值得他们母女 托付后半生的人 带着孔大姐母女俩的期望 我们陪着孔大姐来到了王国财 王大哥的家 那个我做 我先介绍一下的 这是孔庆仙 孔大姐 这个在电视上看那个 是不是啊 王国财 王大哥 你俩握握手 说吧 说吧 说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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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戴眼镜啊 这样不好 戴眼镜的 就是眼睛不好都不行 所以她就不想着眼镜 这啥呀 我不想着眼睛不好 因为我眼睛好使用 我不想着戴眼镜 那怎么着 那怕啥子呀 我也近视眼 回头都还做个手术 或者戴着那个眼睛眼镜不行 都多二次出来 她就是有点儿退那啥子 一点儿 她就是穿着那个大花衣服 我不愿穿丑的大花衣 你知道吧 那些衣服是可以换的 那衣服那样 戴眼镜 王大哥说 之前听到红娘说 有个大姐相忠自己了 本来心里特别期待 可是看见孔大姐进门的第一眼 王大哥的心顿时就凉了一半 戴眼镜的女人 就算长得再好看 自己瞅着也不来电 大哥这是剪头发吧 我格远剪的 我这感觉好像怎么剪的 这后面怎么剪的 这样子的 大哥 我格远剪的 自己剪的呀 怎么上里面剪去呢 有少的有 我说你哪不是上里面剪的呢 上里面剪得哪有多费劲呢 还得花钱还得除去是不是 对呀 没时间呢 那你自己剪为啥没剪完呢 大哥该着忙嘛 着忙 你啥时候剪 今天早上剪的 这才剪的 哎呀 太剪了 这挺时尚的 挺好 就看从这个个人剪头 就是看出一个是他时间不允许 一个是看出他细 这个我都能理解 就是大哥细心能看出来 对 是 不舍得花钱上他的剪头 对对对 再一个他也这么把年纪了 两个孩子拉过来 他也狠着这种剪 就是也不要什么 他就都剪了 那怎么样呢 王大哥自己动手剪头发 这么一个小的细节 被孔大姐看在眼里 如此情景会过日子的男人 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 就是说那个前妻分手以后 一个人就是把孩子咬牙供出来的 我呢也是一个人 就把孩子供出来 就这种就是有责任有担当 这首先我就内心里 达到了一个共鸣 就是负责任 回家没有一口肉肉饭 那没有 哎呀 我就心老纪无声 我说这这么好的人什么命这么不好呢 哎呀 这起码的男人搁外头 忙碌一天回家 很好闹汤水啊 饭菜有热乎的 没有 那没那时话 我领两孩子的时候 就是更难 没有两孩子 白天干活挣钱 就是还得叫个孩子写字 做事 处事 是不是 对 而且洗衣服 我都一洗都半夜12点 1点 那都有 这大哥更玩 他俩孩子 那今天都经常 白天没有正常洗衣服的时候 很难疼 这不容易 所以这点就挺伟大 王大哥提起那段既当爹又当妈的日子 一下子也勾起了孔大姐的回忆 两个人的经历相似 看事情的想法和角度也很一致 就是说 害人自信不可有 防人自信不可有 对呀 我心里就是我们就达到共鸣了 在一个我做家政这些年 就是没有监控力 我还不做呢 因为到那时候你跳黄河洗不清 因为家里一定有三千六五 就你一个外星人 所以说我到别人家必须有监控 孔大姐从一进门 就开始表达了 对王大哥的认可和赞赏之情 对于其他人都在意的监控仪式 孔大姐也表示 自己这么多年就是做家政的 早就已经习惯了在监控下生活 这一点也得到了王大哥的认可 你是说话啊 看法啊 这都对 这都是我相同的 那一瞅就是过热的眼 咱得这么说 是个时尚眼 老是 对 老是 真正想找个伴的眼 咱们找的是找这样事的 但是就瞅着戴眼镜 咱就别说了 就像王大哥说的 孔大姐的身高长相性格 自己都相忠了 也是个本分靠谱的好女人 难道就因为孔大姐戴眼镜 她身上所有的优点 都被抹灭了吗 戴眼镜不行 我不认同 这就是这个缺点 这太大了 你现在瞅着没有电呢 你说 这瞅着没有电 你瞅着来电 你瞅着有电的女的 别人瞅着也有电 放着电电电电电电就没了 让人电跑了 哎呀 咋整呢 他没有电 还是有点 大哥 就是我不愿意看戴眼镜的 不管是硬和硬 年轻年老的 你孩子他戴眼镜 我也瞅着他不自然 不能戴戴眼镜 那让大家把眼镜摘了 就不就对了吗 不戴眼镜 那他都摘他就看不着了 红娘心里虽然替孔大姐喊冤 可是演员这事 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呀 王大哥这边已经表明态度了 不管这个女人有多少优点 只要是戴眼镜的 就是过不去自己心里这关 我只是不喜欢戴眼镜 眼镜刚才我问你 我不喜欢戴眼镜 你不问你早戴眼镜 你戴着眼镜我就 一会儿我不戴眼镜 对 那目前的眼睛都是精准的 戴好 这纸碎好 人家谁瞒着盖着 那算找个事 不得意戴眼镜 这个我也理解 有 那样的 有的人喜欢说 他戴眼镜有一种感觉 高雅 就是斯文 他欣赏 有的人讲得就是不喜欢 因为我眼睛好 像刚才王哥说 我眼睛好 我丑子就好像不得就是别扭 王大哥毫不脱泥带水的 就结束了今天的相亲 善解仁义的孔大姐也表示 对于王大哥做出的决定 他本人特别理解 感情绝不能将就 他坚信 通过原来不晚一定能找到 让他依靠的肩膀 樊红刚61岁 丧偶 退休金3200元 其他月收入4300元 居住地吉林市 两处住房 平房54平米 楼房61平米 今天相亲咱就穿这身啊 我平时也这是 那咱换身 这感情的都是毛呢 真的跟我做 我屋里还有意义 我这不天不冷 你穿啥 你现在能穿羊肉糊吗 我的意思就是 你管他穿啥的 咱穿点感情的 你从这身上都是毛 行行行行 那我一会上屋 就换我那黑的 行好嘞 樊大哥特别不好意思地跟红娘说 其实啊 自己挺干净力正的 只不过平时居住的环境里面 杂物太多 想身上没灰尘都不可能 在樊大哥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他平时住的地方 是两栋居民楼中间的 一处低矮的库房 走近一看 红娘发现 这个由车棚改建后的库房 前后二百多平的面积 里面被樊大哥 整整齐齐地规划出 很多可以出租 存放货物的隔间 单位给 之前的哪个单位的 我今天是第四件 工程中私房租的 这块都是仓库物花 做满的都隔点花 那我就给人看 拿着我 那一个月是 对 我收租金 九月份来的 长得虎头虎脑 像坐山雕属 我给起名叫小虎 这不就是自己 消磨时间吗 打磨时间吗 一个人太孤独了 就有些小动物 陪在那边 时间还能好打 这就算哪优 怎样感觉 我们就近视点 有点很轻 看看 干出眼 我看轻 我介绍一下 这是樊鸿高 樊大哥 孔庆仙 孔大姐 你好 握个手啊 大哥这 好 第一印象 人长的啥 这都没说 这个吧 要过日子心态好 过日子把长的样子好 刺一下 这都寒热吧 好 你先 来 你先 来 不用脱鞋 不用脱鞋 我从来到那都不脱鞋 我这屋就 就这样 你看 就这一杆子一块 尾程间在这儿 一开始我先尾程间 搁这头来 我一考虑不行 离这个马呼噜吧 太远 怕冻 冷 现实这个屋里 好像太冷了 我瞅得心里慢的事 当天相近的时候 本来就赶上了 东北的深秋季节 暖气还没有供热 再加上潮湿阴冷的库房环境 让本来就怕冷的孔大姐 直打寒战 不过孔大姐觉得 只要樊大哥 能让自己做主 她非常有信心 能给樊大哥 一个温暖舒心的小家 你说叔叔看家伙 不也六多岁了吗 早睡冷 整厂量都通开 完了这些隔阂 就有那隔断 也花不几个钱 花不几个钱 完了整了 累整地润 花不几个钱 干净的厂量 该整吊花 该整啥的 你姑娘回来 亲亲回来也都行 你看这么大地方白瞎了 你不累干吗 我姐家给你收着回来 汤水饭菜 荤树搭配 这么一家人过热糊的 再话说 你就收着完了 你就不累 带着住 你就住住出去 上档的时候 假的 也照片能写的 整得热糊糊的 干净漂亮的 外面你不用看他 屋里一进去 一股暖气扑鼻 真是 这个八百 直腾之热 有那个 过家的那种感觉 我去年 我就有个摄影 我说是吧 跑着给它铺地热 我这屋股价不是高吗 我说改空中 再吊上棚 你看 铺地热 多好啊 我姑娘跟我说 你说爸 你浪费那钱 你说那头有房子 你不住 你赶这段了 你整 后围形先被整 我说把这钱先达的 结果十一 把牧地订了 合理的 那是理 你就得听 俩人 俩人伤的 如果是你是真心过 那咱俩人伤 你说整傻傻的 是怎么设计 那俩人伤的 他先把他听你的 知道 咱俩都往好地过 像那个麻花劲儿扯 绳绳帮 一个劲儿拧的 有的要是顾着说 我这这么多年了 你来改造我 这人就是啥呢 怎么说 就是能听懂道理的人 本来孔大姐之前还担心 樊大哥会抗拒一个 刚见面的女人 一上来就对自己的生活 指手画脚 没想到樊大哥非但没介意 还非常赞同 我是59年生人 我是63年 我单位今天是 第四建筑公司发展处退休的 四建 每月开三 现在好像是三千二吧 我从来不看过这卡 我那是机械厂的退休 过去是企业统议 原来刚退休是一千零七十 现在两千零头 黎余她家是世代搬船 她家就男主女背严重 她妈就储物 她这儿子被回来 那你还过啥呢 你就走嘞 这个吧 就生姑娘生小 姑娘小的不管是哪 她都得是那样的 就是你生是 俩儿子她不是那样的 不也 对 对 对吧 姑娘嘛 心细 儿子那心细 这是你 关键呢 你生儿她没有孝心 你倒上 眼看着两个人越聊越热乎 樊大哥家的猫似乎都感受到了什么 赶紧跑到了孔大姐身边 套起了近乎 就在这个时候 樊大哥似乎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他觉得十分有必要 当着红娘的面跟孔大姐交代清楚 究竟是什么重要的事呢 关键我还得说 你 我这个皮肤多好 你看着呢 我这个鼠是干燥性的 我十几岁洗澡得的 洗澡得的 穿染的 刚我们家下放钱 改能村 能村那个不有那个大沟堂的吗 改沟堂洗澡 让那个树榨子 能村的树榨子 就秋天打秋半条 剩下那根给扎了 扎完咱小时候也不懂呢 就揉摸揉摸 哪块布就提上了 提上以后就会 我这个上医院就看见了 原先单位我们单位好 花了钱 去不了根 这个你不传染 咱们你最起码 就跟他说一声 你看有的人他都各样 凡大科说 困扰了自己这么多年的皮肤病 其实也是他一直 很难以启齿的事情 除了家人 平时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可是今天毕竟是乡亲 他觉得很有必要 当这红娘的面 跟孔大姐交代实情 我有皮肤病 皮肤病啥病 牛皮血呢 我这个鼠是干燥性的 哦那这位是 他分都哎呀妈呀 我改单位改办公室 加单位财务改善 那钱花了 最最好的鼠好过半年 这是鼠啥的 牛皮血 这鼠是干燥性的 不是你不是干燥性的 我得把这个先说了 不行 你接受不了 那我这干燥 干燥性的纽带 这个基辅基础 这个那是整整的 不行 还是介意的 那大哥不行 就算第一把瞬间 不行 不行 那我再给你介绍 好不好 那我谢谢你 你看我都谢谢你 对于孔大姐的介意 樊大哥心里虽然很失落 但他很大方地表示 他会尊重孔大姐 最后的选择 真的我受不了 有缘的咱们就往里头走 没缘的就是这那里 就是到见面了当个朋友 见面也是一种缘分 对不对 我就这个意思 谢谢大家